好,下面我们进入这个级数的第三种级数,叫福利液级数 前面学了常数项级数,学了密级数 如今在学第三类,福利液级数 那么福利液级数在咱们教材上就是第七节和第八小节,两个小节 但是呢,我们不区分 我们把这七八合在一起 因为第七小节讲的是特例,叫周期为二派 第八小节讲的是一般,叫周期为二L 那显然,如果一般的周期都会了 那特殊的二派周期更会了 所以我们不再区分了 那到底什么是福利液级数,怎么求呢 我们这样来看 一个函数Fx 如果在富雄熊到正午熊上,以二L为周期 二L是周期在一个周期上可积 那你想,一个周期上,一个周期可积 是不是说明在每个周期都可积啊 因为周期函数,它的图像是一个周期平移得到的 好,我们称为,称这个系数AN 等于谁呢 L分之一,负L到L Fx,cosnnnxdx n从0一直取到无穷 和这个Bn,L分之1,负L到L Fx,sinnnnxdx,n从1取到无穷 称这两个系数,叫做富利液系数 富利液系数,就是涉及的一组定积分 然后呢,拿着这些AN和BN 组成一个极数 怎么组成呢 二分之A0,做第一项 然后通向是ANcosnnn,n从1到无穷大 我们称这样一个极数,叫什么呢 称这样一个极数,叫它的周期是2L的富利液系数 这就是一个函数的富利液系数 即为Fx,它的富利液系数就是这一堆 好,那你看 那前文说到了函数能展开成密集数 现在又来了一个函数能写成一个富利液系数的形式 那怎么写,就是算这个AN和BN 把ANBV都算完 然后带到这个式子中 这就是富利液系数 但是有一个问题摆在你面前 什么问题呢 你比如看这个地方 我们写的是一弯弯而不是等于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这个AN和BN算出来之后 往这个里面带 往这个里面带 是不是就会得到这个极数 这个极数 它是不是跟Fx处处相等呢 那不一定 那老师,那这样的话还不处处相等吗 当然不一定处处相等了呀 那么什么时候等 什么时候不等 不等的时候它等于谁 那这个地方谁来帮忙呢 有一个定理 叫迪利克雷收敛定理 迪利克雷这样说 一个函数是周期为RL 如果在一个周期上连续 或者只有有限个第一类间断点 并且只有有限个极止点 如果满足这两条 那么它的富利液极数将处处收敛 每一个点都收敛 刚才得到的这个极数 在这个两个条件下 这个极数处处收敛 但是呢 它是不是收敛于F 那不一定 有三种情况 第一 如果这个点是F的连续点 那么这个富利液极数 它真的是收敛于F 二者相等 但如果这个点是小F的间断点 它收敛于间断点 左右极限的平均值 如果这个点是端点 区间端点 它收敛于左右端点极限的平均值 这就是重要的迪利克雷收敛定理 那么对于富利液极数 考点就这两个 一个是会算系数 AN和BN写出极数 第二个会研究 它在哪些点收敛于谁 那么下面我们来通过一个题回答一下 比如大家看这个屏幕的例 就是咱们教材的313页的一道题 313页 说小FX周期是二派 在富派到派上的表达是给了 我们大概画个草图 大概一个草图 这是富派 这是零 这是正派 富派到零 他取谁 富派到零 他取了X 取X 这个就写在上面 这是富派 这是正派 富派到零 取X 取X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 大家看 他真的是包不包裹他 这是包裹他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到零 零呢 这个地方就是空心了 然后呢 零到派 他取零 那这个地方呢 这是实心的 然后呢 这边又是空心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FX 对吧 来 算他的负利亚级数 那就是算负利亚系数 就是算A和BN 那看什么 AA被公式 刚才的公式 A是谁 看看 A是L分之一 负L到L 现在让L取谁 是不是L取π 那么这样一写 L分之一 那自然是π分之一 然后是负π到π 然后是FX 是不是cos L分之Nπ 那ππ底调 就是谁了呢 就是NX 再DX 那么这个积分 显然要分两次来积来 分两段 第一段 叫π分之一 负π到0 负π到0 这个FX取谁 取X 那就是X cosNX DX 再加 0到π这一段 F取谁取0 那就是积分是0 然后这个定积分 用什么办法 那显然 这个定积分 是不是应该大家考虑 分布积分 对吧 这不是两种不同的函数相乘吗 好 那么大家按照分布积分 找它的原函数 等等一大堆 我就给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算的结果 叫1除以 1除以N的平方 这是个π 然后呢 再来个1 再减掉 cosNπ 这样写 好 那么这里面还等于谁呢 那再往下走 你还可以再写一步 那再写的话呢 那我们知道 cosNπ 就是谁呀 就是正负1 那你看 如果N去偶数 N去偶数 这个地方 就是cos0 那就是1 1减1就没了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N是等于偶数 2 4 6 等等 这样的数 那这个结果 应该是等于0 但如果N是等于 1 3 5 这样的数 那这就是负1了 1减负1是2 那就是2 除上一个N的平方块 但是请注意 这里面没有难过谁 没有难过N等于0 为什么没有难过 因为这个地方 N等于0 如果是 如果N等于0的话 那负母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样的话 需要单独算A0 而A0需要单独算 来吧 A0那就是N取0 看这个地方 那就是π分之1 负π到π 然后呢 Fx N取0 N取0 这是口3 0了 那没了 Dx 大家算一下 这个答案 等于负的2分之π 所以这个An的系数 全部算完了 A0 A1 A2 A3 A4 A5 A6 那还得算谁呢 钱 还得算Bn 背公式 你看都是公式 Bn再背一遍 π分之1 然后负π到π 然后Fx 然后sine的Nx Dx 那同理 这个地方 大家算一下 又是一大堆 给一下 中间 往里带π分之1 又是负π到0 又是x sine的Nx 对吧 Dx 再加个什么 再加后面一段0 然后大家同样 用一次分母积分 分母积分 那直接给算的结果 叫负的cosnπ 再除以N 再除个N 好 那cosnπ是谁 大家应该知道 cosnπ 其实等于 -1的N次方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在弗利亚集数中 经常用 cosnπ是-1的N次方 你看 N如果取0 N取0 cosn0是1 -1的0次方 那也是1 N取1 cosnπ是-1 N取1是-1 对起来了 所以这样的话 就来个谁了 什么 负的 -1的N次方 再除个N 也就是 -1的N加1次方 什么再除个N 好了 如今系数都有了 所以这个函数的 负利亚集数 那不就有了吗 所以这个fx的负利亚集数 那就是谁了呢 被公式就是 2分之A0 再加sigmaN 从1到无穷的 然后来个谁呀 是不是来个an 再来一个an cosnx 再加bA3ax 这就是他的负利亚集数 那么往里带呗 这到底谁 A0是-2分之π 一带入 -4分之π -4分之π 再加N取1 N取1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A1 A1是几 找找找 A1 发现这个地方 A1就是π除个2 对吧 所以这呢 来个2 2除个π 然后呢 来个cosnx N取1是B1 B1是几 找 B1 B1就是-1的二字方 那就还是个1 对吧 再加个谁呢 再加一个sinx 那么再写一下 如果N取2 N取2 那你在想是谁呢 N取2是A2 A2是谁 找找找 A2是0 所以这呢 有个0 A2是0 然后是B2 B2这个地方 是-1的三字方 那就是-1 然后除个2 然后呢 再来个sin2x 对吧 sin2x 然后呢 一直往下写下去 这里面 那无穷无尽嘛 我就不再写了 那这一堆 就是这个函数的 负利亚集数 把它找到了 然后这个题没完 还要求出 它的核函数 好 我把它记作Sx 这是它的核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负利亚集数 这个Sx等于谁呢 这就考大家 狄狄克雷了 此时 这个核函数等于谁呢 开始写了 大家想 你这个函数是个周期函数 那周期是A2 这个地方有一段 副派到派对吧 那么还有类 那怎么画呢 它是周期 平移一个周期 这个地方有一个点 然后呢 跑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又跑到这个地方 这又空心了 对吧 这是 这个地方应该叫2派 这个地方呢 应该叫3派了 对吧 它还可以往左跑 那往左跑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是空心 然后呢 这个地方平行下平行过来 对吧 应该是这样画 好 我把它延长一点 好 如果再平移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地方又空心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又来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 这是实心的 然后再平行过来 对吧 到这个地方 那这是-2派 应该说 然后呢 这个顶点这个位置 应该是几了呢 是不是应该是-3派 对吧 它大概 那这就是F的图像 但是大家看 这个F呀 它的这个核函数收敛于谁 大家背收敛定理 看收敛定理 如果这个点是小F的连续点 那就收敛于小F 那么大家看 哦 这个地方 它核函数的图像 那注意 它是让你 并做出核函数的图像 我们就写图像就行了 这就不用求它 好 来看看 那这谁呢 你看看 我现在摆在你面前 这是画的谁 这是画的FX的图像 是不是FX的自己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谁 这可并不意味着是核函数 核函数跟他自己 有时等有时不等 什么时候等 X是F的连续点 咱俩等 比如哪些点连续 你会发现 像这样的点 是不是都是连续点 对吧 所以在这一段 这个红色的 那就是S的图像 但是你发现 这个点呢 这个点不连续 这个点 你看这个图像 看F 复派这个点 对F不连续 那么不连续的点 核函数等于谁 等于 这个不连续点 左右极限平均值 这个不连续的点 左极限是复派 右极限是几 这个左极限是零 右极限是复派 对吧 那左右极限一个是零 一个是复派 那么平均值等于谁 是不是等于中间的 是不是等于这个地方 对吧 那么同理这个地方 哎 这是 这个地方是复派 这个地方是零 那平均值又是谁了 是不是又是复派 那这个复大分成派 哎 来了 哦 然后呢 再来 这是空心 这是空心 这是石心 然后呢 这个地方又空心了 然后再走下来 再走下来 那这个地方呢 哦 又空心 这个呢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点 啊 然后呢 这个那是空心 然后走下来 然后走到这个地方 啊 然后这个地方空心 再来一个点 那实际上 我们红色的这个图像 才是谁的图像 当然了 两边还有 它无穷无尽 这是周期函数 我们画不进 就画这几个 这个红颜色的线 才是我们和函数的一个图像 对吧 你发现 二者并不怎么样 二者并不是横相等的 怎么可能横相等呢 为什么不是横相等 因为你的F不是横连续 如果你的F横连续 那么咱俩横相等 对吧 凡是连续的地方 都相等 凡是不连续的地方 哎 我SX等于谁 我和函数要等于 这个不连续点 左右极限平均值 对不对 那你比方说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比如F F在 在π这个点 等于几 我们知道 F在π这个点 是不是等于零的 大家看 F在π这个点是谁 F在π这个点 应该是等于复π 对吧 他是等于复π的 等于复π 周期嘛 但是呢 但是 但是 Sπ等于谁 Sπ应该等于 这个点 左右极限的平均值 那就是谁的 负二分子π 你发现他拿不下的 这就是假的 迪利克雷 收敛定理 来帮人们 得出 核函数 应该等于谁 这个结论 好 这是我们说到的 一个基本的 这个展开的题 展开成 弗利亚级数 并且做出 核函数的图像 那么大家看到了 这个题啊 好像计算量蛮大的 为什么蛮大呢 因为这个题 你既得算细数a 还得算细数ba 那能不能 这个 把计算量减少一点 我只算a 或者只算ba 那当然可以了呀 那就是谁了 就是特殊的周期函数 叫机偶函数 这种周期函数 怎么办呢 你讲 如果我是机函数 如果我是机函数 我是机函数 你想 这个an和ba 是不是有公式 那不是这个公式 和这个公式吗 由于小f是机 小f机函数 机函数乘cos 一乘还是机函数 所以机函数 这个地方等于0 等于了0 那么下面 机函数乘机函数 等于一半的什么 一半的2倍 所以你发现 如果一个函数是机函数 它的弗利亚级数中 an的系数 全是0 于是 这个时候 它的极数是谁呢 它的极数中 只有正弦相 叫正弦极数 为什么 你想 本来弗利亚级数是谁 是不是2分之a0 加sigma n从1 到无穷大 ancos 这个l分之nπx 再加ba 是不是3 这一堆 如果an得0 an得0 这些东西全没了 全没了 只有谁了 an得0 全没了 是不是只有3 正弦函数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极数 我们命名为 叫正弦 极数 那所以 如果人家 想让你求 一个周期函数的 正弦极数 答 这得是什么函数 得是基函数 基函数 才能展成 正弦极数 那同理 如果它是 偶函数 大家可以同样发现 这两个系数 根据定积分 基函数为0 偶函数为2倍 会发现 此时bn都是0 那么只有an 那么这个时候 复利液极数中 只有谁了呢 只有长数项 和余弦极数 这个时候 叫余弦极数 那故 偶函数 展成余弦极数 这就把它说完了 这就是考试 喜欢考的两种技术 正弦余弦 为什么喜欢考 计算量 让考生稍微小一点 否则的话 像刚才例一 既得算an 也得算b 好麻烦 好 下面我来看一道题 看这个例 这道题 在316页有 316页 假设小F 周期为二派 副派到派的表达式是Fx 好 画图 画图说话 这是副派 这是正派 这个点涵盖 这个点不涵盖 那这就是Fx的 一个周期的图像 那发现这是个什么函数 答案 这是个G函数 G函数 那应该展成正弦极数 对吧 解 开始算它的系数了 那这里面 显然 我们的an都是多少 an都是0 G函数嘛 对吧 an等于0 那ba呢 倍公式 ba 是不是等于这个 一个区间的 半个区间的R倍 π分之2 0到π 是不是Fx 然后呢 是sine的 这个nx 再dx 那么这个定积分 你得算一下 定积分呢 我这个地方就省一点 省一点 算的结果 叫负的2除n 然后呢 是cos的nπ 刚说过 cosnπ是谁呢 cosnπ叫负1的n次方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来个 负2除n 再来个负1的n次方 那其实也就是2除个n 再来负1的n加1次方 此n从121 往下写下去 好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极数 负利液极数就有了 负利液极数 那你开始背嘛 那本来是谁 这个地方是n从012 一直往下写 负利液极数 本来应该是2分之a0 再加sigman从1到无穷大 ancosnx 再加bn3nx 这不负利液极数吗 往里带an全是0 只有bn bnn取1 那就往里带嘛 那往里带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有个rb rb 大家带一下 应该是3x 再减2分之1 3x 然后呢 再加3分之1 3x 那一直往下写下去 等等等等 无穷无尽 好 不写了 写这几项 这就是这个函数的 展成的负利液极数 什么极数呀 是不是一个正弦极数 对吧 因为你是基函数 基函数 当然要展成正弦极数 好 把它写完了 但还有一条 要做出和函数的图像 我把它记作谁了呢 记作了sx 那么这个和函数是谁呢 这是你的fx的图像 我们再画一个周期 再画一个周期 fx 这个地方还有 这有一段 然后上来 这段空了 然后这个地方 还有 我们稍微画一点就行了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位置 好 我现在这画的是fx的图像 但是呢 我们要让你画和函数的图像 来吧 怎么画 咱俩不是永远想等 哪些等 哪些点等 连续点等 比如哪些点 哦 比如这条线 内部 咱俩都想等 内部 是不是都想等 什么内部都想等 但是端点不想等 你看 你在派端点 f在派这个点 取到哪里了 是不是取到了这个 副派 这个地方 你看 f在派这个点 取到了 我写出来哈 你看 f派 达到了副派 但是你能说 s派 也等于副派吗 不行 因为派这个点 是不是f的间断点 间断点 核函数等于谁 它等于 间断点 左右极限平均值 一平均是谁 是零 对吧 所以这条刚刚等于谁了 等于了零 对吧 那同理 这条等于谁了 等于了零 哎 这个打红色的字体 才是谁啊 这才是 这条是空心 这都是空心 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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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打十心 空心 对吧 哎 这个红色的图像 才是我们和函数的图像 懂了吧 这两道题 就给大家打了个招呼 这个自己的图像 啊 跟和函数的图像 是不尽相同的 除非 你自己永远连续 没有一个点间断 那样的话 哎 咱俩肯定相等 对吧 那否则的话 你间断点的地方 咱俩就不相等了 对吧 好 希望大家认真的把这两个例子 中间的计算 定积分的环节 好好的算一下 同时通过这两个例子 再对谁呢 对这个重要的迪利克雷 收敛定理 再好好地体会一下 很重要的一个定理 考试很喜欢考它 就问 富利液级数 在这个点 收敛于谁 在另外一个点 收敛于谁 在下一个点 收敛于谁 那就看 这个点 到底是F的什么点 那就行了 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数学一 你的富利液级数 第七小节 第八小节 我们就帮你 整理到此处 至于教材的内容 你通读一下 例子做一下就行了 习题不用做了 因为例子足矣 那么结束之余 有一个东西 要把它删一下 哪里呢 325页 325页 叫富利液级数的 负数形式 把它删掉 325页 第二个标题 什么负数形式 拿掉 不要 这样的话 七八两小节 剩下的例子 好好的做一下 习题不用管了 因为例子能做 完就不错了 然后呢 在集中精力 把总习题 十二 做一下就行了 这样的话 数学一 我们的集数 也就 全部结束 好好的 好好的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